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3岁的李嘉诚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庄月明墓地祭拜 这已经是他连续32年在元旦祭拜王岐了 庄月明死后数年时间里 李嘉诚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富豪 环绕在他身边的阴阴厌厌 数不胜数 但他却几乎从未和谁传出过绯闻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2006年 这年媒体拍到了他与周凯璇实质紧扣游览罗马照片 李嘉诚虽没有正视缠明这段关系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与周凯璇已陷入恋情 但尽管如此 这位新女友还是没能将庄月明从李嘉诚心中挤走 直至现在李嘉诚都没和他的这位女友结婚 有人说没有庄月明便不会有如今的香港富豪李嘉诚 还有人说 庄月明是李嘉诚心中永远的白月光 李嘉诚一辈子都不会再婚 庄月明对李嘉诚到底有多重要 两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李嘉诚为何至今都对往期念念不忘 庄月明当年去世的非常突然 外界对他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 对外宣布是因为心脏病突发 而坊间很多人猜测他是被气死的 而且与一个女性有关 那么李嘉诚连续32年祭拜王妻庄月明 是一往情深还是作秀 时间倒退回1989年年末 这一天 庄月明跟随李嘉诚 出席军月酒店的新年年会 当时没看出任何异样 不过就在第二天 李嘉就对外宣布 庄月明因心脏病发离世于家中 享年58岁 按理说 庄月明在这个年纪尚属年轻 而且当时的李嘉诚也属富豪阶层 不会在医疗方面有什么怠慢 而且他在回家三个小时后就遭遇离世 难道说庄月明的死有蹊跷 总之坊间传闻 庄月明的死因并非意外 甚至还有了李嘉诚给当红女星李嘉欣 三千万支票一说 因为支票被退回 正好被庄月明看到 两人爆发激烈争执 还有人说 因为李嘉诚把李嘉欣带回了家 被庄月明撞见 因此两人爆发激烈争执 也有一说 庄月明是因此而自尽 总之就是李嘉诚做得不对就是了 激怒了庄月明 其中不管原因如何 从李嘉在庄月明知死仪式的低调车历上来看 也可以一线端倪 李则剧就算是李家的接班人 对于母亲知死也三奸其口 每每被媒体问及与父亲关系 他也予以回避 次子李则凯就更锋利了 其母离世之后 李则凯火速搬出李家豪宅 住进酒店 之后他与其父不和 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但凡父亲坚持的 他就要反对 父亲反对的 他就要坚持 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不让人在他面前提及其父 因此有人戏言 李则凯有个脏爸爸 他都不想提 玩笑归玩笑 现实总是回避不了 李家父子俩 长达几十年的不和 看来确实与 庄月明蹊跷之词有关 李则凯甚至在多年以后 写过一本自传 上面详细披露 其母当年深夜睡不着 他当时在加拿大读书 劝其母应该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香港 离开令他不愉快的人和事 离开他的忧郁与哀愁 由此可见 当时庄月明与李家成的婚姻 出现问题 而他也倍感困扰 甚至有外界传闻 他因此得了忧郁症 由此来看 庄月明其实很看重家庭 而他的家庭一旦出现危机 对于他的打击是致命的 由此引发的心脏病发作 李家成确实难辞其咎 庄月明之死 造成李泽凯半生叛逆 他的不婚主义 其实就是在跟父亲叫板 对于怀念母亲 李泽凯也做了诸多努力 比如说写下自传 来怀念与母亲的感情 可是因为庄月明的离世 外界对于这本自传 最大的看点 还是在于李泽凯 将如何说明母亲的死因 李家的举动更加让人怀疑 李泽凯的这本自传 被李嘉成的红颜知己 周凯选买断 周的背后当然是李嘉成 他的目的当然不言而喻 就是不想将家庭矛盾公之于众 而外界对于他的怀疑 还是在于他对于 往期的死有愧疚 1989年 就在李嘉成成为首富的第三年 夫妻二人一起出席了 迎新年宴会 夫妇俩荣光焕发 是宴会上最抢镜头的一对伴侣 可就在第二天 庄月明却突发心脏病 在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享年58岁 对于庄月明的死因 坊间出了很多版本 其中就有李嘉成 沾花惹草一世 气到了庄月明 其中以李嘉新和立志的传闻最多 而当时这两位美人 也只有不到20岁的年纪 但传闻毕竟是传闻 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但是李嘉成之后的做法 却让人对庄月明的去世原因 更加起疑 为了丧气之痛 李嘉成为庄月明 举行了超规格的葬礼 并且亲口表示 终身不娶 以表达对发戚的爱意与尊重 此外 在庄月明去世不久 李嘉成就宣布 以庄月明的名义 向香港大学捐赠教学楼 但教学楼落成之后 却让民众对李嘉成的心思 有了不少的猜疑 这是建成的庄月明楼正面图 门口的月明泉 却有着很大的风水信息在里面 上下两层水池 但是在第一层却摆放着九块石头 而在风水里面 九则是智阳之术 此外 在第二层的喷泉处 只要喷泉打开 喷射出来的则是三道水流 很像是三炷香的样子 以至于门前的这个月明泉 就像是一个祭坛一样 此外 在主教学楼边上 还有一栋楼房 也同属明月楼 而这栋楼俯瞰就像是一道棺材 摆放在那里 除了教学楼外部 内部也充满了诡异 众所周知 庄月明在人生的后期 一直是依靠轮椅出行的 所以要上下楼 只能通过电梯 可在庄月明楼的内部 只有一部上行的首幅电梯 也就是说 电梯是只上不下的 而在里面 则意味着升官发财之意 除了电梯之外 楼梯扶手的用料 也让人有了疑惑 全楼的所有扶手 都是用上等的柳木制成 而柳木在民间 则是一种上好的棺材木 而对于为何用柳木 也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为了纳气巨婴 庄月明旺夫 从而达到锁住气韵 帮助李嘉诚一直发达 也有说庄月明是横死的 需要柳木镇压 但究竟为何 李嘉诚用柳木做扶手 不得而知 此外 对于月明楼这样的设计 并且建在了学校中 也是充满了争议 但这栋楼 就是李嘉诚为了表示 自己对爱妻的悼念而建造的 在庄月明去世之后 李嘉诚也恪守了自己的誓言 终身未娶 但在庄月明去世几年之后 李嘉诚的身边 便出现了一位红颜知己 周凯璇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周凯璇与李嘉诚之间就关系密切 在92年 他就可以拉动李嘉诚 在北京投资20亿美元 建造了东方广场 此外之后 周凯璇不仅事业 节节高升 日后更是成为了李嘉诚的 左膀右臂 更是李嘉诚基金会的董事 而周凯璇与周月明 一样都受了高等教育 并且在日后 为李嘉诚财富攀升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而周凯璇并没有结婚 数十年陪伴在李嘉诚身边 在很多的采访纪录片中 也都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出现在李嘉诚身边 香港很多富商对于风水仪式深信不疑 李嘉诚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这也造成了坊间 对他为发妻建造的月明楼 有着很大的猜想 李嘉诚最后也遵从自己的承诺 终身未娶 也守住了李家的财富 并且还顺利地将两个儿子 安排得妥当 没有出现任何豪门分钟 不知这其中与月明楼是否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 也让外界怀疑 李嘉诚对庄月明之死有愧疚 就是他曾经为王妻签坟 求助风水师蔡伯利 后者却直接张口两百万 李嘉诚当时问为何这么贵 蔡大师的一句话就让他住口 这句话只有六个字 你王妻死得惨 据说当时李嘉诚听后 心里既震惊又难过 脸上满是错愕 最后乖乖掏了两百万 价都没还 更别说他花费巨资 盖了蹊跷的庄月明楼了 由此可见 庄月明的离世却有蹊跷 庄月明一生过得极为顺畅富足 父亲是香港富豪 丈夫通过打拼 后来成为华人首富 他的命算是非常好的 从来没为钱的事情发愁过 只是唯一遗憾的是 他不够长寿 仅仅活了57岁 没能参加儿子的婚礼 没能见到孙辈 他去世后 李嘉的财富继续增长 李嘉诚也多年蝉联华人首富 对于世人来说 庄月明因为是李嘉诚的原配 才被大众熟知 但对于李嘉诚来说 如果没有庄月明 也许就没有后来的李嘉诚 从这个层面来讲 李嘉诚之随每年去祭拜庄月明 一方面是出于夫妻之情 另一方面也是感谢 他对自己事业的帮助 或许内心还有愧疚之情 当然不排除其他的因素 有句话是 每个人内心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们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